今個星期是聖誕節 我買了兩個禮物 之前我說駕駛艙如果有朝一日可以賺到錢 買一部真車送給大家 但是暫時距離這一天都很遠 唯有買著模型車 大家猜不猜到這兩部是甚麼車 盒子就真的很大 揭開第一部 很棒嗎 Taxas的TRX4 Land Rover Defender 幾個月前我買過一部 Keyozo的1比24的Hilux Surf 愛上了這個遙控的四驅車 其實這部TRX4已經在市場推出了好幾年 市場最受歡迎 還有改裝配件很多 所以我買了這一部來試試 當然不會買兩部一樣 另一部是甚麼 這部是剛剛新出沒有來的EXO RACING SCX10 第三代的長陣版 這部就是 Jeep Gladiator 究竟這兩部車如何送給大家 暫時我還未想 我今天就希望拍那條開箱片 簡單地講解一下兩部車的特色 之後呢 當然要比拼一下這兩部車的實力 不如大家猜猜一下 究竟TRX4強一點 還是這部SCX10強一點 猜中的話 就送了那部出去了 另一部就留給駕駛倉做project car 再改進一下改進去 再改進去 改完之後再送給大家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開箱給大家看看這兩部車 其實這次兩部車都是所謂的RTR Ready to run的一個KIT 好處就是一拆出來 買電買叉機 基本上就可以玩了 我們拆了這部車出來 就有一個遙控車 和說明書和貼紙 其實它有三種藍色選擇 但我覺得灰色的Defender 是比較像真點和美麗 大家覺得美麗嗎 這部就是一個四驅的慢爬車 它都是一個Leader Frame的陣式車架設計 就是摩托在中間 接著拖一個波箱 波箱再出一個中叉 有前後的Defender 這部車的特色 就是它有所謂的Portal Exile的設計 減速尺就安裝了在viewhub 所以令到這個軸的位置可以升高一些 如果像普通車那樣的直軸設計 那個軸會低很多 又影響了爬山 即是離地區 Suspension的Travel 亦都是很長的 車胎亦都是有一個柔軟度 方便去爬石 這部車的強項就是它原裝車 已經有一個高低速的波箱 它那個Differential 頭尾的Differential 都可以Lock 或者Unlock Unlock的好處 就是它的Tending Radius 可以很短 如果你爬山有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Lock了頭 或者全部頭尾都Lock了Differential 那車的攀爬力會強很多 其實它的設計 跟真車是非常相似的 這個TRAXAS RTR Kit 其實已經有了所有東西 有馬達 有一個電子變速 以及有三個攀爬 可以控制波箱的快慢 以及頭尾的Differential Lock 全部都在這個手掣上可以控制 Tool Speed Transmission 在紅色這個掣上控制 Locking Differential 就是在上面這個Pick Park掣上調校 有一件事我不太喜歡 就是這個手掣很索膠 而且它的樣子好像很便宜 很順滑 很順滑 這個TRX4 很多評論都說 它這個POWER TRAIN 是很順滑的 在行車慢速的時候 才好轉波 轉向角度也頗大 這輛車其實有一個弱點 亦都是皆知學民的 但弱點就是它轉向的Servo 力度是不夠大的 還有它轉向的Horn 是很容易爛的 試車的時候再跟大家詳細說 基本上這輛車就是這樣 這個殼也頗重 還有它有次備胎 其實這輛車都不太需要 始終是玩具 現在因為它用了一個OpenDiff 所以 用了OpenDiff 所以它就上不了 其實我們可以鎖上前面的Diff 對 那就 以上很多 我們可以鎖上後面的Diff 現在就鎖上了Diff 對於這麼高的問題 它那個攀爬的能力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輛車好嗎 看看這輛車 再開另一輛來看 這輛就是Exo Racing SC X10 第三輛 這輛車好像 5月那時候在美國推出的 目標對手很明顯就是這個 GRX-Raw 你看它整個車身 是比那輛Jib的Vanguard更加長 這輛車有筆心電 還有一些裝備 另外還有一個指示 還有一份貼紙 手掣在這裡 這輛車的手掣比Tracus更漂亮 這輛的手掣多了一個柄 你可以單手控制轉向 好 看看這輛車的外型 這輛就是一輛Jib的Gladiator 長震 這輛車其實幾個月前一出 我都已經喜歡 兩輛都喜歡怎麼辦 那就買了兩輛 很難得機會可以對比兩輛車 故意買兩輛車來做測試 這輛車都很誇張 Gladiator矮一點 重心好像低一點 可能打橫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其實它Gladiator的軸距是長一點 好 現在拆了一個殼給大家看 其實兩輛車的 Drivetrain Powertrain的設計 都相似的 就是馬達 連著一個波箱 波箱再給力一個差速器 把力給前軸 接著有一個直軸去後面 它那些連桿 全部都是Aluminum 就是Polish的Aluminum 看上去很漂亮 這輛車的標準配套 其實是不及得TRX4的 因為它只有一個電變 和一個轉向Servo 和一個叫Lock Up Rear Axle的功能 前後的Differential 是永遠都是鎖死了 不過床就加了一個功能 由一個Servo 去Lock Up Lock Up尾的軸 就是好像拉手掣 令車的轉向回旋半徑 可以再少一點 如果你想用它那個波箱的 High Speed Load Speed功能 你自己有額外換一個手掣 另外還要配多一個Servo 其實這輛車是相對簡單的 所以我覺得重量 是比TRX4輕一點 另外這輛車也是有Portal Exile Suspension 就用一個Panhard Rod的設計 原裝其實它還配了燈 原裝已經配LED燈 另外它有少許Decoration 有一個假的引擎 雖然頭蓋是開不了 為了公平起見 這輛車我都用相同的電 也是一個3S4000mAh的Lipo 這輛車有兩個位置給你擺電 你可以擺在尾軸的上面 或者擺在前方車身旁邊 這輛機器的殼很難吸進去 很花時間 我覺得吸入這個殼 另外還要在底部 放回它的扣子 有LED燈 漂亮嗎? 都頗滑 轉向角度也不小 都頗大 Servo反應比TRX4快 試一試滑山的能力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 這輛車完全擺不住 這輛車 兩輛車在這裡做完開箱 大家喜歡哪輛車更多? 有一件事我還未跟大家說 就是兩輛車的價錢 先看一張單 我昨天自己去買 就是 TRAXAS TRX4 我買回來是3510元 SCX10第三代的Gradator 就是3,895元 這輛車貴三百多元 當然還未算電池 電池那些三百多元 另外充機又三百多元 很細數目 如果未試車之前 說性價比 就肯定是TRAXAS TRX4 下一集我會做一個Driving Review 看看哪輛車更厲害 我猜會拿去爬石 大家可以猜猜哪輛車更厲害 如果猜中了 就送那輛車給你 或者有沒有更好的安排 你留言給我們 好的 一切分別的 謝謝 有沒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